京港之间开通西发招致的高铁动物列车 也方便了很多旅行爱好者们 国电集团还打出千里京港一速环的平牌口号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上车后可以选择打开阅读灯 安安静静看书 孩子们选择卧铺列车 有自己的欢乐 可以在上面爬来爬去 非常的惊险 何刺激 就要是这个火车的比较老了的话 那么有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整个床要翻下去了 然后一边做噩梦一边睡觉 像哈利波特的旅行 而这座车呢 我感觉很平稳 很平稳 还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很干净 目前还没有 然后厕所也挺干净的 没味道 我发现它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洗漱包 哦对 这个洗漱包我们觉得很惊喜 其实是之前的卧铺没有这么可爱的洗漱包 然后我们都自备的嘛 然后就特别方便 上来以后洗漱台上也弄得很整洁 沈女士和孩子们是列车旅行的爱好者 之前也坐过卧铺车去香港旅游 然后之前去香港是早上几点 十点吧好像 到晚上 到晚上几点 十一点才到 然后碰到香港 有一次放烟花大会 没有计程车愿意载我们 所以我跟他两个人拎着行李 在街头走路走到晚上 十二点才到九点 好辛苦 所以这次看到能够稀发招致 我觉得很方便 然后就不存在那个问题 而且那个香港住宿太贵了 可以选一天的住宿费 你这些小心思想得很细 千里京港一宿环 是京港动物列车的品牌口号 餐饮服务也更加贴近越港口味 有包仔饭 肠粉等等 也有高铁自主品牌奶茶 上面就是各个产品的数量 库存就是都会 旅客那边都会看得到 因为这边就会避免发生 就是旅客这边扫码点餐了 但是参车受庆了 新的西法招致 从北京到香港 西九龙站的卧铺列车 不再是过去的直达车 中途也会石家庄 郑州 广州 深圳等 六个途径站停车 确保沿途旅客 能够按时不误站下车 也是乘务员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上车之后 都会对旅客进行实名制验票 然后我们到站前十五分钟 也会去有一个叫醒服务 然后到站五分钟 我们还会再次去车厢 确认那个旅客是否有起身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夜不见 北京至香港 动物列车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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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